他即刻的調降 就是碧桂園他的一個平等 我想某種程度 他其實也是反映了 那麼在中國整個房地產 它的一個債務的風險性 其實還是很高的 事實上在2021年 那麼整個中國的房地產的 一個債務的加總 其實是最高的 來到了3810億美金 那麼在今年 雖然已經下滑到2380億美金 但是其實這個規模 還是相當的一個龐大 那當然後續大家會比較擔心的 是他所謂會引爆 系統性的一個風險 那特別就是說目前 當然因為中國的房市 它的一個景氣 還是處於下修的一個階段 所以在整個 所謂的一個房地產的開發業者 他要取得相關的一個現金的流量 是會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也就會引發了 債務上會持續的一個累積 那同時也可以看到 就是爛尾樓也會陸續的一個發生 那同時房市也是會呈現 明顯的供過於求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 在中國當地在金融機構 那麼它的整體營運上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知道當然在中國房地產 它占整個中國的一個GDP 大概可以達到25個Percent 所以也是影響了中國整體的一個經濟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主要幾個預測的機構 當然除了中國製造業是比較偏弱以外 房地產這個部分的不確定性 也確實讓EIU它在7月份 對於在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它的一個預測上就比6月份足足調降了0.6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從原先6月份的6.1的預測 那麼下滑到7月份的5.5Percent 那對於明年的中國的GDP的一個預測 就又更會趨緩到5.0Percent 所以現在下調的話 主要是有一點預警的功效是這樣嗎 是 就是有一點反映 就是在中國當地製造業 還有在房地產它的一個不確定性